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在我国众多的汉语成语中 有一个用来形容家境贫寒 但读书刻苦的 那就是早必偷光 这个成语的典故 因为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一直以来都是语文课本上的 避学篇章之一 典故的主人公名叫匡衡 他生活在我国西汉时期 从小家境贫寒 没钱上学 后来跟着一个亲戚学习认字 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可他买不起书 便只好去给有钱人家打工 但他不要工钱 只求主人借书给他看 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看书 因为家徒四壁 他连烛火都点不起 后来他看到东边墙上的缝隙处 透进来一点光 他就用小刀把缝隙挖大 借着邻居家的烛火砍书 这就是凿毙偷光的处处 狂衡的努力为他迎来了好的前程 汉原帝即位后 由于喜好如雪 一步一步将狂衡提拔到了 丞相的位置上 但这个以勤奋著称的寒门学子 却在当上丞相之后 利用植物之便大收贿赂 同时还巧取豪夺 强占了附近郡县的四万亩土地 不仅如此他还干起了构陷忠诚的勾当 那个说出放我强悍者 虽远必诛这句话的将军陈汤 曾讨伐康居 击败匈奴 为汉朝立下了赫赫掌功 但由于他没能给宽衡行贿 宽衡便揪其群臣弹劾他 让他丢官弃绝 不过汉元帝后期 宽衡自己也因政敌弹劾 被变为庶民 他回到故乡东海郡成县后 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了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 名叫刘伯温 明见传言 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 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 结果挖出五个大字 吓得他魂飞魄散 惭愧不已 这到底是为什么